继大陆福州驸马族彩线团圆满结束 台北夏季旅游展接力登场 大陆一共12个省市的文化旅游部门 超过155人组团参展 堪称疫情后的最大规模 10点展场一开门 不少民众排队询问大陆旅游 因为我们很喜欢去大陆玩 看一些故国的风景 我喜欢大陆玩 每个人对大陆的都有一份感情 不过政府6月1号附入禁团令重新上路 不少民众也喊话 希望政府全面开放促进两岸交流 否则损失的是台湾百姓跟旅游业者 两岸交流人次相比 从近年1月至今 台湾附入观光的人数超过100万人 但对岸来台的人数约15万人 多为探亲或洽公 在附入禁团令下有业者坦言 团客附入没有保险 旅游品质安全 都是疑虑 他既然没有保障的话 发生旅游纠纷的话 牵涉到万一说你有撞到 或怎么样那些的伤害 都是要靠保险来补偿的 万一他有班机延练或是怎么样 他就会给你变更形成 如今大陆12个省市 派出155人组团参展 递出两岸交流橄榄枝 栏尾跟旅游业者喊话 政府快接球 期待旅展结束 能进一步放宽限制 可见的两岸的交流其实是符合民意的 大陆来面也希望能够两岸交流进入团 应该尽快地把它解除 这才是全民之福 这是我们旅游业非常期待的事情 两岸在这个文化都算是一家亲 交通部长说 欢迎陆客来台观光 更透露各方面 包括行政程序都已经准备好 换言之两岸大开放大交流 是否能迎来春暖花开 让业者乐观看待 记者张又辞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